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呢我把一個女神升到了55級 這一個科爾普希克瑞 那有些女神她的升級比較簡單 像她這個55級啊 她的好感度是經驗值是250 會隨著等級慢慢提升 那你看這一個36級 這一個呢升一級的話要270 那不過呢每一個女神在升級的時候 她到了一定等級都會送你一些東西 譬如說像這個是50級會花冠 這35級是這個花冠 這個75級 那另外呢 這個當你的好感度提升之後呢 她的這個造型也會變 這樣子 那就是越親密的造型應該是越好看吧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升到55級 她送了我一個文物 那這個文物呢是女神專有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每一個女神都會有一個專屬的文物 像這一個 這是月桂花冠 那她送你的話呢 我剛剛是到55級嘛 所以她剛剛送我第一個 第一個呢就是升一星嘛 然後接下來呢你要再去提升的話呢 你就需要20個碎片 不過這碎片的話呢應該是不會抽到 這個是應該是只能夠在這個 女神的這個系統獲得 所以說你再繼續把這個 女神科爾普希克瑞 進去提升的話呢 她應該就會再送你第二個第三個 然後讓你升到滿星喔 然後所以說這個女神呢也是有這個專屬的文物喔 那這個不要忘記升喔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商店喔 跟女神有關係的話呢 像公會 公會這個地方我覺得 我現在的話 固定這個夜明珠會買 因為這個是跟週任務有關係嗎 慢慢存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 這個是好感度的 這是2000 所以說好感度的話我覺得 這個機制也是長長久久 慢慢的存 那萬神店的話呢 這個花冠這個花冠的話 提升好感度非常的多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花冠是還蠻值得買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傳承天賦點 這也是一定要買的 那另外呢 這個星之相果我已經放棄了 之前我用萬神店的這個志願去買這個 然後去打另一萬神店 可是我覺得不是很有價值 因為第一個 她確實是很難打 花的時間會變很多 然後第二個獎勵我覺得 沒有到好很多喔 因為另一萬神店的話 其實我也打過了大概 五次以上吧 好像沒有到很多次 但是一次都沒有碰到傳承天賦點 可能打的次數還不夠多啦 只有獲得一顆 一兩顆的命運石 所以我覺得不是很有價值 尤其是如果說 你為了復活啊 你去萬神店這個地方 拿萬神店的這個道具 去換這個星之相果 我覺得更不值得 因為萬神店商店的話 現在有這個傳承天賦點可以換 然後呢又有這一個 女神的這一個 橙色最高級的這個 好感度的道具可以換喔 那另外競技場的部分呢 這邊有一個靈感之犬 這個杯子 這個也是一定要換的 像 因為這是跟女神突破的關係 譬如說像我這個 這個顆粒爾 他就升不上去了 因為呢 當他到一定等級之後呢 他需要這個靈感之犬做突破 那每個女神升到一定等級都會需要 所以說他會需要很多的這個杯子 像這次冰雪集市啊 為了 為了玩那個許願術嘛 我幾乎把所有的幣都去換這個 許願幣都換光光了 那另外呢 我換的東西呢 以前我會換這個神格之犬寶箱啦 但是呢 現在我都是換這個靈感之犬 因為這個跟女神升級有關係 那女神升級之外呢 可以獲得一些沒有很多的這個屬性啦 然後呢 除此之外呢 到達一定的等級 他會送你東西 像這個忘了咧 這個 30級他送我這個靈感花冠 像這個花冠就可以提升很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60級他會送我這個塑形 剛剛那個女神是55級送送我那個 那個什麼月桂花冠 那這個女神是要到60級喔 可是呢 我已經升不上去了 因為他必須要突破 所以也是卡這個靈感之犬 那我們要送給誰咧看一下 送送送 再來 再來是75級 哇這個就久了齁 那我們看一下齁 看一下 36 好啦送你啦這個樣子 3級 39級又卡住了齁 所以說這是女神系統的部分喔 OK那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 冰雪節也快要結束了 然後呢 我離這個暴女的造型還有多久呢 我們看一下齁 冰雪之力 我還欠6個 6個選 6、9、54 所以我還欠54個手套 來看一下齁 每日任務有送嗎 來領一下齁 欸 欸 等一下 這怎麼回事 好領一下 今天還是有30個手套齁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是不是我就可以少買一點 我不知道明天還有沒有這個 日常任務送手套 因為我當時在計算的時候 我不確定說這個活動啊 每天送手套的時間是 多兩天還是少兩天齁 所以說我今天的話呢 我就先不課金買這個手套了齁 我們先把免費的領完 那活動簽到呢 其實今天已經算是第幾天啊 第19天了齁 因為這18天都已經領完了 所以今天已經沒有東西可以領了 齁 所以我們就這個裝扮一下齁 那我覺得我應該可以 今天可以省下來吧齁 今天應該是可以不用 不用客那個心持去買手套了 我還差 還差三個齁 還差三個就225了 然後就可以領到這個暴女的造型了 那活動時間還有兩天 那如果說真的明天的每日任務沒有的話呢 我再課金去買這一個齁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